大家好,我是你们爱操心的孟老师 今天又操心你们的健康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女性朋友说到一个词是公寒 公寒呢,在这个医学当中并没有记载 没有这个词,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是子宫寒冷 我们说这个公寒是可以导致这个不孕不育的 因为这个子宫寒冷嘛 它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来孕育种子 再就是现在很多人过度的一个减肥 无非是选用这个俊烈性猛的药物 来短时间内来让我们的身体丢失它的水分和脂肪 那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虚弱 女性朋友在平时的饮食方面 要注意多吃一些就是温静暖宫的食物 像这个大枣啊,洋葱啊,这个羊肉也是可以的 那要少吃一些性寒的食物 像这个苦瓜,这些瓜类的食物都是性比较寒凉的 再就是女性朋友在月经期间 并生期间以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保暖,避免我们这个腰腹 还有双脚的一个受凉 今天各位养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都可以过来问孟老师 今天又是孟老师爱操心的一天 天天长孝,容颜翘,七八分饱,人不老 逢君莫问,留春树,淡膜宁静,比较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木子 我们女儿啊,都希望自己的容颜能够永远的粉嫩,白皙,水润,鲜活 于是啊,就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留住自己的青春 那其实啊,美容养颜并不是呢,那么复杂的事情 只要经常呢,按摩一下我们身上的穴位 就可以呢,达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了 第一个穴位啊,就是足三礼学 足三礼可以说是女人养颜的第一大保镖了 那足三礼学属于胃经 而脾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脾胃不好,就会出现面容憔悴 面部暗沉的情况 所以可以按一按足三礼学 足三礼呢,是在我们这个外膝眼下四横指的地方 当我们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暗揉暗揉这个穴位 每天暗揉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 那长暗揉这里可以生发胃气 造化脾湿,使皮肤能够获得充分的营养 更加的光滑美白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胶学 三阴胶是干脾,肾的胶对穴 可以调补三斤的气血 三阴胶在我们内怀尖往上四个横指宽的地方 有时间就可以按一按这里 每次按揉五分钟左右 那女人经常按摩三阴胶 可以使气血通畅 脸上更加的红润嫩白 帮助我们维持年轻,延快衰老,推迟更年期 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平时除了饮食之外,拍手养生也是很不错的 通过拍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出通经络,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下吧 一,拍打虎口 将两个手的拇指食指张开 其余四指并拢 然后对准虎口处 两个手相互的敲打一百下 因为左手的虎口对应着皮 右手的虎口对应着肝 所以经常这样敲打 可以改善肝育皮须 肝脾不合的症状 二,拍打手指 将两个手的五指分开 然后掌心相对 将食指相互敲打 敲打一百次 不用太大力 只要感觉指尖有点痛就行 那经常敲打指尖呢 可以缓解关节疼痛 三,拍打手心 将两个手的手心相对 然后食指分开 相互拍打 拍打手心一百次 拍打完再搓一搓手 这样呢 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那经常拍打手心 对腹痛、腹胀、腹泻 脾胃不合等症状呢 都有缓解的作用 四,拍打手背 将两个手的手背相对 然后相互拍打 也是拿拍打一百次 因为手背对应的是脊柱 所以经常拍打 可以改善脊椎病 腰椎病 那手上的穴位非常多 不妨啊 每天抽出几分钟的时间 拍一拍手 帮助呢 我们健康、长寿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木子 那夏天来了 温度啊 也越来越高 很多人呢 就容易出汗 尤其呢 是肥胖的人 一动不动 都一身的汗 当然出汗是身体调节保健的重要方式 但是呢 错误的流汗就要注意了 这些地方流汗就要重视了 那小心呢 是身体出现异常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手脚出汗多 如果呀 其他地方没有出汗 就手心和脚心出汗很多 那这个说明呢 你的湿气就比较重 那这个情况 木子建议你检查一下脾脏 因为湿气重 通常啊 是脾脏虚弱导致的 最好啊 可以吃点苦瓜 冬瓜去热 然后呢 再吃一点绿豆 一米健脾 二 睡觉时 浑身失汗 如果你呀 你一觉起来 浑身啊 都是汗 那不要认为呢 是单纯的天气热 还要考虑 是不是倒汗 有些人 一年四季呢 都会出汗 这样呢 说明你是阴虚 如果是阴虚 可以啊 吃一些百合 莲子进行补阴 三 夜下出汗 如果呀 经常夜下出汗 还有一股刺激的味道 有可能呢 是气虚了 会经常出现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力气 无精打采 那么平时 可以啊 吃点山药来补气 所以 平时如果出汗多 出汗异常 要多重视 在夏天 要多喝水 可以起到 稀释汗液的作用 对身体保健 也有很好的效果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木子 黑枸杞 是非常好的养生佳品 尤其啊 是在女性中 特别的受欢迎 黑枸杞 最常见的 就是泡水喝 那下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黑枸杞 对身体呢 有哪些好处 第一个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和视力 因为黑枸杞中的主要成分 是花青素 它是一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活性成分 所以可以预防视网膜剥离 达到增强视力 保护眼睛的效果 第二个 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黑枸杞含有的花青素 不仅可以保护眼睛 对人体的睡眠质量 也有很好的帮助 它能够保护脑神经 不被氧化 稳定脑组织功能 从而达到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 第三个 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因为黑枸杞含有花青素 所以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达到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第四个 可以延缓皮肤衰老 上面说 黑枸杞含有的花青素 是一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 所以它对防止皮肤老化 也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阻止紫外线 对皮肤造成伤害 避免皮肤受损 虽然黑枸杞好处多 但有些事项应该注意 黑枸杞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 像感冒发烧 身体有炎症的人就不应该吃 还有黑枸杞温热身体的作用比较强 所以每天要适量 建议每天吃5克就行 还有要注意的是 泡黑枸杞的水温不能够太高 用温水就可以 喝黑枸杞期间不要喝浓茶 避免吃生冷和油腻的食物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肾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肾出现了问题 就会引起很多的疾病 身体也会衰老 所以男人一定要保护好肾的健康 改掉一些坏的习惯 那么哪些坏习惯会导致男人肾亏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第一经常熬夜 因为现在手机和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了 熬夜也就成了家常夜饭 很多人都有半夜不睡觉的习惯 而熬夜对身体危害很大 也包括肾 所以要注意休息 尽量不要熬夜 这样对肾才好 第二爱吃咸的口味重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外面吃饭 或者是叫外卖吃 而外面的饭菜一般都是调料比较多 口味也比较重 还有很多人喜欢吃咸的饭菜 这样时间长了 就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这样肾自然就不会好了 第三经常抽烟喝酒 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的伤害 但是很多男人还是喜欢 这样不仅对肾会产生伤害 对肺和肝甚至是心脏都会产生伤害 所以能戒掉的还是趁早戒掉 第四爱吃海鲜类和碳酸饮料 这些都是很多人喜欢的 但是经常吃海鲜和喝碳酸饮料 都会对肾脏带来压力 会让肾脏没有办法代谢 就会导致肾功能衰竭 所以想要肾好的话 就改掉这些坏习惯 这样才能让身体更健康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小蓝姐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